看一下HW对阵MS的第二局下半场这把红蝶要完成个三抓呢 双方就大分小分打平 被保个平 HW还反操 这个阵容打红蝶 我是真想不出来 求生者怎么赢啊 拿什么赢啊 抓人 就是红蝶想抓你 想打你一刀就一刀 想打你两刀就两刀 你靠一个昆虫拦得住谁 对不对 靠一个钩子 靠一个跳板 你躲得到哪里去 拉点拉不开 拦昆虫稍微拦一拦 你也就这点筹 一个叠方跟你 好 第一刀有了 这刀稍微急了一点 这刀稍微急了一点的话 有点亏哦 不过没关系 这刀抽上了 这好了呀 这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哎 飞歪了 飞歪了也没关系 我十几秒以后闪现好 我手里面六秒钟叠好 你往哪里跑 就这个开局击倒 红蝶能输 红蝶能输 我立马倒立洗头 哎算了 这个不能说 这万一都要出问题呢 就当我刚刚没说 说错了 说错了 不能下一些 我完成不了的 主要我倒立可以 我不会 我洗不了头啊 可以可以 没什么关系 就这个局击倒这个 玩具商呢 已经差不多了 我觉得 就平局已经拿下了 就或者说两个人头 已经拿下了 后面就看能不能三抓四抓了 球者这边呢 就保平嘛 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来讲呢 他们保平就够了啊 对于HW来讲 平 三跑 四跑 是一样的 所以球者现在要做的就是死保平 跳一波 好的 那这样的话 玩具商这一波 但这波飞鞋 对于红蝶来讲 一个叠跟进 你反正还在博命 博命时间结束了 但这个 这个你飞的这个落点 没交互啊 这个落点没交互 你也没飞轮 夜刀 哎 红蝶这边 打得有点着急 嗯 二挂 两台 半 球者这边的话 还是有保平的可能性 还是有保平的可能性 板子 这边跳板踹掉 我觉得要救吗 能不能卡死 好像还是再救一波吧 甚至救一波扛刀 我觉得都不亏 但是不能是救下来立马倒地啊 不能救下来立马倒地 游民这边要来救 救完以后扛刀 可以的 这边游民吃一刀以后呢 昆蝶这边把那个红蝶推开 扛一刀也可以 那昆蝶来了 推 卡死角 红蝶这边把虫子打掉 这波救 挺好的 这波救挺好的 这波救的话 玩具商这里 还能够再绕一绕 拖一拖 跳板 再回头 这波跳 感觉好像是不是飞不出去 还是感觉飞出去飞不远 因为外面的话没有交互点 飞能夺 好的 可以 那这波救就很有价值了 因为这波救 让这里的队友 能够多修好久的机子呢 一刀倒地 你这边擦弯刀 牵起来 挂飞 红蝶这边 传送落地 那边的话 继续补状态 状态先补满 不过他们的机子呢 也确实不够 球者三人满状态 算一下道具啊 拥兵的话 一个护币 并换代飞轮 并换三个钩 昆虫一丝虫 牵制力不算很强 但是因为 穷者这边 他们毕竟三个人满状态嘛 也不怕你传送落地 秒人的 感觉趋向于平局 感觉趋向于平局 红蝶要赢的话 也得看开门战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老生常谈了 我经常给大家讲到 这种高分段的红蝶 打到这种残局 是一口气 摁不死求生者的 该怎么办 两个字 消耗 你摁不死 你就耗嘛 尽可能的通过你的高机动性 高位移去占便宜 去蹭 消耗他们的道具 消耗他们的血线 消耗他们的上挂次数 消耗他们的交自己 反正一切能消耗的 我都耗 啥都要 而对于穷者来讲呢 确实 刚刚有观众讲到 翻箱子 有必要的 他们要保平 如果不翻箱子 红蝶把你们道具耗完了 三个人全白板 这红蝶开门战 多抓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一个护皮跳开 闪现一刀 这个闪现 说实话 打的稍微的 这波闪现 打的 我感觉 稍微的 有那么一点点 他可以不交这个闪现 他可以不管这个傭兵飞过来 就管密码机 继续打消耗 这闪现就怕什么呢 在你这波技能CD的真空气 球者这边 把机子 哎呦 那好像 那没事了 那没事了 能击倒就行 能击倒就行 能击倒的话 这边两个人倒地 但两个人倒地归 两个人倒地 还没结束 朝用的那句话 还没死透 这边把傭兵补起来 傭兵这边让傭兵交自己 傭兵交自己 然后这边病患压着 但这傭兵 他针对傭兵打 这手可以 看了眼 不对 那边的话 人 病患呢 怎么 这 这这么大一个空档 这病患没过来 把人给捞下来 这你要吃个震慑 咋办的 这波还是交流没有到位 因为病患当时 老早已经过来了 不知道是 因为我们当时 那时也看不到 他难道是进墓地里面 去兜了一圈吗 有可能是进墓地里面 兜了一圈 所以第一时间过不来 优兵的话 现在在补机子 红蝶这边传送 拖出来了 病患 这边卡着 那再把昆虫挂上 二挂昆虫 应该是赢了 应该是赢了 由于这个傭兵是交自己的 所以这个局有四抓面 等会四抓 四抓的话呢 对于HW来讲 那也太烧了吧 三抓其实可以接受 大家大不了同一起跑线 什么 这边是病患去修机子 让佣兵来救 对的 佣兵可以多扛一刀 但这边的话 红蝶完全不给机会 我抓你病患吧 谁碰机子 我打谁 一刀打 好的 把这病患挂上 再往回打 消耗已经做到了极限了 消耗掉了什么 佣兵的交自己 这边昆虫刷出了一个上滑飞 病患只剩最后一个钩子 拿什么跟红蝶打 这个红蝶手里 还有个传送的 直接传 对喽 你这边机子在动 不是交自己 就是上挂飞 我打谁我都不亏 要不两个人一起抢起吧 这个机子只能两个人一起抢起了 这佣兵还拉出来 这病患还拉出来 这两个人一起强修 我觉得可以啊 这波不一起强修 红蝶但凡赶到了 那我感觉就是个四抓了 两个人一起强修 感觉真的可以啊 这边机子点亮 那就看优秘了 这刀没打中 打一刀 好先过来看 这边门没有人 这优秘教自己 这边还得再打一刀 还得再打一刀 不过这优秘还得再打一刀 但无所谓 病患我们上帝转来看 病患在那边是没有直接贴门的 大哥你要挂吗 优秘教自己啊 这边没地窖啊 这不挂人 但病患也只能头铁点门了吧 这不点门 拖一个地窖 反正我感觉他们 穷者这边的安排 不是特别的好 这个安排真的不是特别的好 这边耳鸣出发 飞天 好的来找人 这边蹲 看见了四抓 虽然说我觉得这把这个阵容 打红蝶确实是打不过的 红蝶宝瓶真胜 但在过程当中 穷者确实也给到了一些机会 确实也给到了一些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